维婉一时没反应过来 说道 说了真的 就是真的 她正要反问 难道以前她对苏锦玉不好吗 就听到熟悉的声音悠悠传来 是挺好的啊 维婉一愣 猛地回头 只见一个女人一身白衣 长发披散着 直挺挺地飘在她头顶后方 她脸色惨白 垂着眸 直勾勾地盯着她 这张脸 不是苏锦玉是谁 啊 鬼 鬼啊 维婉吓得猛地站起来 膝盖狠狠撞在了桌子上 一下子就跌倒在了地上 玉瑾被吓了一跳 力声喝道 老实点 他们看不到苏锦玉的 素宝的小法术 只有维婉能见鬼 她 她 苏 苏 维婉慌乱地说不清楚话 苏锦玉缓缓地抬起手 朝维婉飘去 二嫂 我死得好惨呀 是挨痛痛死的 你知道吗 记长嘴角一抽 苏锦玉第一次显形 第一次吓人 玩得那叫一个嗨 刚刚头发还整整齐齐的 现在全部乱糟糟地盖在眼睛前面 原本衣服显示的是浅蓝色碎花裙 一念之间也变成了白色长裙 那脚尖更是点得直直地 用大脚趾走路 一步一步朝维婉逼近 维婉眼睛一翻 吓晕了过去 玉瑾十分不温柔地 用手掌拍了拍维婉的脸 皱眉道 维婉 醒醒 别装疯卖傻 这女人 听说在抓她的时候 就装过一次神经病 现在还来 一个玉瑾看她不像装的样子 可又晕得诡异 只觉得她眼睛爆表 这些年 犯人们为了出去各种装病的 吞牙刷吞刀片吞铁钉的 她们见多了 玉瑾就拿着一个小瓶子 在维婉鼻肩晃了晃 可怜维婉好不容易晕了过去 结果又被弄醒了 一睁眼 就见苏锦玉脸贴着脸侧 躺在她面前 那眼珠子嘎吱一动 二嫂 你醒来呀 维婉尖尖叫一声 连连后退 你你你你 你别过来 走开 走开 玉瑾 果然是装的 她们站回自己的位置 面无表情地说道 还有十分钟 抓紧时间 苏锦玉一听 立刻继续放大招 二嫂 我当年和你无冤无仇 你干嘛要这么对我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为什么要把神志不清的我送走 我 你知道我临死前有多疼吗 你看 我的心脏疼得都揪成一团了 还有这个肝 疼得都硬了 还有这个肠子 疼得都扭成麻花了 苏锦玉一边说 一边掏出自己的心脏 肝脏 我一碗差点又晕过去 可惜刚刚那鼻尖的味道 还直冲得大脑 根本就晕不了 别过来 看着这冲击视觉的一幕 她要崩溃了 苏锦玉突然咧嘴 狠狠说道 好啊 你不说 我死不瞑目 我死也把你拉下去 来吧 跟我一起死吧 苏锦玉大叫一声 伸手朝委婉扑去 委婉下的什么都说了 我说 我说我说 她哭着 声音颤抖 我当年怀着寒寒 我提前做过染色体检测的 我知道怀的是女孩子 苏家的女孩子 是很值钱的 苏家都是男孩 如果只有一个女孩 那就会成为所有人的心肩宠 不仅仅是团宠小公主 而且 苏家无女而言 一个大师跟我说了 一个家族 必须要阴阳平衡 当家里都是男孩子的时候 就必须有个女孩子 如果这个时候 女孩子还是唯一一个 那这个女孩子 绝对是大福之体 大福的前提是 家族里只能有这么一颗血脉明珠 也就是说 韩寒出生前 苏锦玉必须死 所以 她才会想着 把苏锦玉送走 苏锦玉绝症晚期 那段时间都要精心呵护 连空气都要无菌的 她以为把苏锦玉 送到外面去丢在大街上 那她就必死无疑了 她有什么错 她不过是想把世界上最好的 都拿给她女而已 委婉哭着说道 反正你也活不久了呀 而韩寒那几天就要出生了 之前我以为你挺 一挺就快死了 谁知道挺了一天又一天 我实在等不了了呀 锦玉 你别乖二嫂好不好 韩寒也是你亲侄女啊 韩寒好 整个苏家都好 我也算是为了苏家考虑啊 难道你不希望 你的哥哥们都好吗 苏锦玉愣住了 她真的 真的没有想到 委婉竟然会为了 这么一个荒唐的理由 就要除掉她 苏宝眼底都是震惊 困扰着她的问题 就这样被解开了 可她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人为了自己的私欲 真的能自私到这样的地步吗 苏一辰听委婉说着这些 眼神更是冰寒刺骨 周身仿佛都被冰封了 好 很好 竟然 委婉知道这话说出来 自己是绝对出不去了 而且往后在监狱里 都不会好过 她只能声音地转移话题 哭道 算了 反正都是我的错 大哥 我真的 作为一个母亲 真的就只是想把 最好的给自己的孩子 我错了好吗 我就想问问韩寒 现在还好吗 说到韩寒 委婉眼睛更红了 泪物凝成一颗圆珠 巴搭一声滑落 我什么都可以不在乎 真的 但是我真的很想韩寒 大哥求你 让我见韩寒一面可以吗 只要让她见到韩寒 她就会教她 下次再哭闹着说 要来看妈妈 一来二去 韩寒才不会把她这个妈妈忘记 她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出狱的时候 也得六七十岁了 那时候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依靠韩寒 所以现在必须要抓紧韩寒 二韩寒姐姐 你想妈妈吗 委婉口口声声说爱孩子 为了孩子才犯下这些错 可她绝口不提苏子曦 好像都忘了自己 还有个儿子一样 说到底还是自私 因为在苏家 女儿能帮她得到一切 儿子却不能 苏家的儿子管得很严 都需要自己去赚钱 苏家可以当他们的后盾 背景 起点 却不能当他们的金库 但委婉觉得 女儿不一样 女儿娇娇弱弱的 需要什么努力 躺赢就好了 退一万步说 出嫁收的嫁妆 也是一大笔财富啊 苏锦衣冷冷地看着委婉 心底说不恨是不可能的 委婉 你会有报应的 她悠悠地说道 苏一辰也站了起来 速保 我们走 不需要再问了 没有意义 她要让监狱里的委婉 生不如死 委婉看到苏一辰眼底的杀气 慌了 大哥 大哥 你别走 让我见见寒寒 求你了 速保撇了撇嘴 说道 委婉阿姨 妈妈说 你就想着美吧 绝对不会让你见寒寒姐姐的 委婉见苏一辰和苏锦衣都无动于衷 只好把视线转移到速保身上 速保 速保 你帮帮二舅妈 速保 二舅妈错了 你跟你大舅舅求求情 速保你以前刚来的时候 不也是一直很想妈妈吗 孩子 都会想妈妈的呀 寒寒也一定很想妈妈 所以你们不能这么自私 你们不能让寒寒难过呀 速保哼了一声 寒寒姐姐才没有想你呢 委婉一证 似乎被刺激到什么了 激动到 怎么可能 寒寒不可能是那么自私冷血的孩子 他为之付出一切的女儿 他都为他付出了那么多 他怎么可能不想她 怎么可以不想她 那岂不是说 他做的一切都很失败 连教育也都是失败的吗 他淒厉哭道 你们不能这样 你们太自私了 你们不能为了报复 我就牵连无辜的孩子 寒寒是无辜的 你们不能这样 速保摇头说道 委婉阿姨 寒寒姐姐现在很好 见了你才有坏事呢 委婉不肯相信 连连摇头 怎么可能 一定是你们跟他说了什么话 一定是你们被地理教导他 说妈妈不要他了 对不对 苏一诚直接牵着速保往外走 头也没回地离开了 委婉手上的脚练脚练叮叮当当 想要追出去 却被压住了 门关上 连同委婉绝望的喊叫声也关上了 委婉绝望又不甘心 凭什么 凭什么不让他见寒寒 寒寒是他生的 他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 以前寒寒离开妈妈一刻都不行的 现在却看都没来看过他 他的寒寒才不会这么自私 一定都是他们教的 他们都是恶人 都是他们的错 委婉叫着喊着哭着 被不由分说地带下去 铁门关上 委婉就觉得自己世界的光亮 也被关上了 从此人生一片漆黑 车上 速保问道 大舅舅 委婉阿姨为什么会这样呢 喜欢女孩子 却不喜欢仔细哥哥 以前在南城邻家的时候 原来的爸爸和后妈 爷爷奶奶 他们都期盼后妈肚子里的是弟弟 有一次他们突然问他 阿姨肚子里的是弟弟 还是妹妹啊 他下意识说了一句妹妹 结果他们还生气了 所以速保不是很明白 委婉为什么不喜欢仔细哥哥 苏一辰道 因为苏家男孩子很多 苏家不养顽固子弟 所以男孩子到了一岁 都要自己出去努力 速保奇怪 那女孩子就不用吗 苏一辰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他 速保是怎么想的呢 速保煞有介事 十分认真地说道 肯定要努力啊 人都是要努力的啊 速保要赚好多好多钱 以后大舅舅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我们一家人 天天都可以很开心地玩耍 苏一辰不由地失笑 刚刚被委婉气出来的冷煞杀气 这才被慢慢抚平 好啊 他道 那大舅舅等你 速保重重点头 嗯啊 突然 他又伸出手指 大舅舅 拉勾 苏一辰伸出手 速保勾住他的手指 嘴里念念有词 拉勾 上吊 一百年 不许变 他想了想 又自言自语道 不对啊 拉勾为什么要上吊呢 为什么只有一百年呢 他想要一千一万年 都和家人在一起 于是乎 小家伙又严肃地说道 拉勾 盖章 一万年不许变 苏一辰忍不住发出嘀嘀的笑声 笑声仿佛从肺腑发出 舒心又悦耳 刚回到苏家 韩韩就跑了出来 咦 你们去哪里了 一声不吭就走了 速保看向苏一辰 不知道要不要说实话 韩韩姐姐会想妈妈吗 苏一辰用鼓励的眼神看他 有些事情 他作为一个大人 反而不方便说 只听速保说道 韩韩姐姐 我们去看你的妈妈了 韩韩一愣 妈妈 他微微抿唇 嗡了一声 速保问道 韩韩姐姐 你会想妈妈吗 每个宝宝都会想妈妈的吧 速保突然不知道 韩韩姐姐有这样的妈妈 他到底想还是不想 就好像委婉说的那样 想的话 大舅舅不让他见妈妈 那大舅舅是不是错的 如果不想的话 那好像又说明 韩韩姐姐自私 速保晃了晃晕乎乎的小脑袋 他发现自己 好像也没那么聪明 有些事 他想破小脑袋 也想不出什么 却听韩韩忽然说话了 我想啊 我也想妈妈的 有时候晚上睡觉之前 或者刚醒来的时候 以前不管是睁开眼 还是闭上眼之前 妈妈都在他身边 苏义晨心底微沉 速保怕韩韩难过 赶忙拉住他的手 韩韩姐姐不难过哈 你还有我啊 我会对你负责的 苏义晨嘴角一抽 小家伙圆圆的脸蛋 大眼睛也圆溜溜的 乃生乃气 却很郑重其事 简直不要太萌 不过 我会对你负责不是这么用的 苏义晨忍不住纠正 速保小手一抬 大舅舅 你别说话 没见他正在劝韩韩姐姐吗 竟瞎捣乱 苏义晨二九委婉的报应 苏锦衣差点笑死过去 他说道 速保说这句话 意思应该是 长大后他会努力赚钱 会帮韩韩的 速保小鸡卓米一般点头 对啊对啊 还是妈妈懂他 韩韩呆了呆 莫名其妙 我没有难过啊 他继续说道 爸爸说 想可以 孩子想妈妈是很正常的 但不应该去见妈妈 因为妈妈做了坏事 人不可以无法无天的 速保眨了眨眼 好像懂了呢 想妈妈和去见妈妈 不是只能选一个呀 哇 韩韩姐姐 你越来越聪明了 我觉得你好傍眼 速保十分高兴 因为他想通了 被速保一顿夸 韩韩飘了 他也高兴道 是吗是吗 我也觉得 我最近变聪明了 你看我的脑子 是不是长大了一点点 速保扒了韩韩的头发 是不可能看得到脑子的呀 韩韩道 那你看我的头 我头是不是变大了一点 速保仔细端向 好像是爱 韩韩一脸得意 以后请叫我大头韩 速保 嗯 大头韩韩姐姐 韩韩高兴 哎 苏益晨 苏景玉和季长 皆是嘴角一抽 孩子还是太单纯 他永远不知道 长大后 他会对此有多后悔 两个小女孩叽叽喳喳 你牵着我 我牵着你 高高兴兴地朝家里跑去 苏益晨眼神微柔 速保来后 这孩子到底是被掰过来了 也好 互相也能有个伴 回到书房 苏益晨脸上的笑意 才渐渐收敛了 眼眸又变得冰寒是杀 他正要打电话 让人好好关照 关照监狱里的委婉 却听门嘎吱一声被推开 速保叹了个小脑袋进来 大舅舅 你是不是准备做坏事 小家伙问道 苏益晨把电话掐断 说道 没有 苏景玉撇嘴 我还不知道他吗 绝对是要摇人 教训教训委婉 虽然他也很生气 可他不希望他的大哥 会因为委婉背上一些 不必要的污点 苏景玉道 速保 让你大舅舅 不要做傻事 报复吗 谁说一定要人 他一个人就可以吓死他 速保被苏益晨抱了起来 正坐在他膝头上 他抬手费劲地摸了摸苏益晨脑袋 大舅舅乖哦 不可以做傻事 苏益晨无奈看着他 你又知道 大舅舅要做什么 速保指着旁边 妈妈说 他还不知道你吗 苏益晨背脊微僵 默然问道 你妈妈现在在旁边 其实刚刚在监狱的时候 有那么一瞬间 他还是挺羡慕委婉的 至少他能看到玉儿 他害怕的人 却是他们想见 却见不到的人 速保突然伸手 捏着手指 撑开苏益晨眼皮 那 大舅舅你看 苏益晨猝不及防 眼皮子忽然被撑开 下化线 模糊中 他忽然察觉旁边站着一人 他正说道 速保 你别戳你大舅舅眼睛啊 看不见就看不见吧 你师父不是说了 我们相见会影响你 话没说完 却听沉沉的一个声音响起 玉儿 苏锦玉一愣 看向苏益晨 大哥 你 你能看到我了 时隔五年 兄妹俩再度相见 苏锦玉却忽然说不出话了 苏益晨喉咙像是塞了一团棉花 半晌也没说出话 就这样看着苏锦玉 他们疼了半辈子的小妹 如今已成一抹幽魂 想到这里 苏益晨的心脏依旧是疼的 速保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门口 悄悄关上门 大舅舅和妈妈 肯定有很多话说的 他是个懂事的小朋友 这个时候应该要乖乖的 不吵他们 小家伙快乐地跑去找苏老夫人了 苏老夫人正在练大宝剑 脸颊红润 若不是亲眼看到 都没人相信 眼前的老太太 和前段时间坐在轮椅上的老太太 是同一个人 怎么了速保 苏老人夫人见速保跑过来 气喘吁吁的 又问 去做什么了 把我们速保裂成这样 速保呼了一声 我很忙呀 忙着上幼儿园 忙着抓鬼 刚哄了韩寒姐姐 又去哄大舅舅了 现在他决定 他还要开始赚钱钱 他要对一家老小负责 这样大舅舅不用上班 身体也会越来越好了 对了外婆 大舅舅有没有按时吃药药 小小的人 像得操心的老妈子 苏老夫人只觉得好笑 吃了 你大舅舅 最近好像好了很多 以前速毅成脸色很差 长期熬夜 失眠的人 不管皮肤再白 也有一层暗淡 看起来像黑脸 但现在速毅成脸色 却开始白皙起来 变化有些明显 他都开始出去晒太阳了 企图把自己晒黑 速宝点头道 嗯嗯 那就好 冲压 他们都会越来越好大 星号星号 夜晚 监狱里的风呼呼地吹 回完此刻 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好 监狱里住的是大通铺 所有人都躺一个炕的那种 他住的这个牢房 是一人间 被排挤到最后一个位置 靠近马桶 真是呕死了 这是人能待的地方吗 现在社会都那么发达了 就不能改善一下 监狱的居住质量吗 那么多人 睡觉的时候 还有几个人打呼噜 说梦话 吵死了 因为白天的事委婉睡不着 现在听着此起彼伏的呼噜声 更烦躁 苏家人太冷血了 他给苏家生下寒寒和仔细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啊 苏一辰临走前那个眼神 居然还想弄死他 以后他在监狱里 还怎么活 本身在监狱里就辛苦 不是外人想的那样 紧来包吃包住 每天去溜达溜达 他们是要干活的 什么拧螺丝 什么沾元朱笔 市场上很便宜的一些小东西 其实都是监狱生产线出去的 很累 要是苏一辰暗中动手脚 他都可以想象 以后他会有干不完的活 可能还会被人打 暗头喝尿 委婉越想越委屈 愤愤不平 他就是想见自己女儿罢了 难道这点人权还没有了 正想着 通铺突然发出轻微的嘎吱一声 委婉戏意为常 破监狱 不管谁翻身多少 都会嘎吱作响 但这嘎吱嘎吱的声音 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委婉烦烦躁地睁开眼看去 这一看 吓得他一哆嗦 差点没被吓得原地升天 二邻恐怖监狱 监狱里 外面的昏暗的灯光 隐约照进来 让适应了黑暗的委婉 能很清楚看到眼前的场景 一个大通铺 所有人都起来了 一个个捶着手捶着脑袋 看不清他们的表情 但周围的空气 无端变得阴冷 这些站立着的人 就跟末日里的丧尸似的 委婉仿佛被人掐住了喉咙 想要尖叫 却怎么都叫不出来 眼底都是惊恐 他们 他们想干什么 难道苏一辰收买了 他这个牢房的所有人 要晚上打死他 就在这时候 有人迈出一步 嘎吱 这回不像是翻身的声音了 而是骨头魔动发出的声音 他们无声无息 一个动了 紧接着又一个脉步 嘎吱 嘎吱的声音就连绵不绝 委婉再次想尖叫 却还是发不出声音 他无意中 看向其中一个人的脚 猛然发现 这个人竟垫着脚尖 跟白天的苏锦玉一般 用脚拇指走路 委婉瞎瞳猛缩 放眼看去 宿舍里十几人 全都是这个姿势 他眼底都是恐惧 就在这时候 那十几人扑了过来 一个个咬在他脖子上 不 不要过来 不要 委婉尖叫连连 猛地从床上翻身起来 突然发现 刚刚撕他血肉的丧尸御友们 一个个全盯着他 离他最近的御友 抬手就删了他一巴掌 大半夜的 鬼叫什么 要死啊 委婉挨了一巴掌 捂着脸 眼泪汪汪 我不是 对不起 在这里住了那么久 他早就被友打服了 委婉的道歉 并没有得到原谅 睡在最佳位置的 一个壮士女人 直接说道 把她拖到厕所去 关上门 刚刚打了 委婉一巴掌的女人 立刻抓住 委婉的头发 把她往厕所拖 啊 放开 委婉头皮被扯得痛极了 心底不断咒骂 果然是最低等的 肮脏的罪犯 一点素质都没有 不讲道理 就会动手 碰 厕所门被关上 不知道被拿了 什么东西绑紧 委婉打不开 然后阳台的门也被关上 委婉就这样 被丢在狭窄的厕所里 都快吐血了 她也刚回过神来 刚刚她那时在做梦 都怪苏静月 把她吓到了 委婉还视一圈 厕所里又脏又臭 她来之后 都是她做卫生 可她岂是那种 刷厕所的人 所以每次都是草草应付 结果现在 把自己熏得不行 不知道谁还拉了一炮屎 竟然没冲 被水浸湿的纸巾 稀疏地飘在污水上面 哦 委婉被恶心得不行 按了冲水键 但马桶似乎有点堵 那驼屎就是下不去 偏偏马桶盖还被拆了 想盖都没得盖 开门 开门啊 委婉大叫 没有人回答她 委婉气得想哭 她怎么就那么倒霉呢 就在这时候 门外有个影子晃了一下 委婉连忙说道 是谁 放我出去好不好 求你了 那影子没有回答 无声无息的 似乎就这样 站在卫生间门口 委婉只能看到一个阴影 那人一声不吭 无厌吗 你帮我开开门行步 委婉以为是牢房里 最好说话的无厌 可对方依旧站在门口 一声不吭 委婉忽然害怕了 毛骨悚然 不是无厌 那 那会是谁 大半夜的不睡觉 就站在厕所门口 是谁 谁 委婉哭出声了 那人依旧没说话 只是卫生间的门 开始嘎吱嘎吱哒响起来 就好像指甲挠在门板上的声音 委婉直接吓得尖叫 来人 快来人 快开门啊 这一声尖叫 门外的声音 反而戛然而止 想要看看 是谁在外面 忽然 一只眼睛猛地贴上来 在门缝外跟他对上了 啊 委婉吓得砰一声 摔进了马桶里 脸都白了 一个劲地叫着救命 可仿佛这个厕所与世 隔绝了一般 他喊那么大声 竟然没有一个人来 做梦 我一定是在做梦 委婉从马桶里爬起来 惊恐和恶心之下 吐得胃都抽筋了 狼狈地打开 水龙头猛地冲洗 洗着洗着 突然发现 水龙头的水流到地上 不敢抬头 嘎吱 嘎吱 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 委婉一动都不敢动 眼泪无声地速速往下流 惊恐让他浑身 不受控制地打摆子 额头有些痒 他的刘海好像垂下来了 他忍不住拿手剥开 却发现这刘海迅速长长 他才反应过来 这不是他头发 是有人倒挂着 从顶上慢慢垂下来了 这是那个人的头发 啊 二天 月有打开卫生间的门 发现委婉缩锁在地板上 身上都是屎尿 恶臭不已 喂 死了吗 妈的 恶心死了 没死赶紧给我起来 把厕所洗干净 委婉仿佛受了惊吓 惊恐地看着御友 抓起一条毛巾 就开始擦地板 没人知道他昨晚经历了什么 而这仅仅是开始 以后他将在恐惧和后悔中 度过余生 比死还痛苦 星号星号 苏家 苏一辰听到委婉在监狱里 有些不正常了 奇怪不已 苏宝 你妈妈昨晚出去了 他问道 苏宝疑了一声 没有呀 为什么这么问呢 苏一辰道 委婉受了刺激 昨天苏锦玉跟他说 不用他动手 他能惩罚委婉 并且不留下任何把柄 苏一辰以为 是苏锦玉 昨晚去下委婉了 苏宝茫然不已 受了刺激 他都还没出手呢 妈妈也没出手呢 是谁啊 苏宝疑惑 还有谁是跟委婉有仇的吗 纪长翻了翻册子 居然看到了一个名字 他不由得皱眉 这鬼 他想干什么 二一是哪个死鬼 苏宝正和苏一辰在书房里 听到委婉被吓到屎尿失禁 一般人第一个想到的是 他可能被人打了 但苏宝和苏一辰第一个想到的 却是他绝对被鬼吓了 不是妈妈呀 妈妈昨晚在家呢 苏宝不确定了 苏锦玉飘飘乎乎的 从外面飘进来 苏宝见状 忙问道 妈妈 你昨晚去监狱了吗 苏锦玉一脸奇怪 没有呀 为什么这么问 她本来是要去找委婉的 但是有点是耽误了 苏宝道 大舅舅说 委婉阿姨昨晚受刺激了 吓得身上拉满了巴巴 苏锦玉 哇靠 哪个英雄好汉干的好事 请受我一拜 苏宝 纪长道 英雄好汉倒不至于 是一个鬼 有可能要赖上你了 她看着册子沉思 苏锦玉已经是记录再次的死魂 一般情况来说 正常死魂名字 可现在却出现了一个名字 这让纪长觉得很奇怪 既然是冲你来的 却帮你报复了委婉 看来是 要讨好你 鬼影都没出现呢 就先帮助他报复委婉 目的性很明确嘛 苏锦玉 哦吼 哪个死鬼 纪长嘴角一抽 苏锦玉一脸奇怪 她没说错什么呀 死了好多年的鬼 可不就是死鬼吗 她凑过去看了一眼 那本无字天书 果不其然 还是像上次一样 什么都没看到 上面说什么 苏锦玉问道 纪长抬手一挥 侧子消失不见 她道 没什么 只是出现了一个名字而已 苏锦玉 叫什么 纪长嘴里吐出一个 十分响亮的名字 龙傲天 苏锦玉 好家伙 穿越之开局 我与龙傲天 抱打黑心连 龙傲天 我还叶凡烈 苏锦玉无语了 素宝不知道 妈妈说的是什么梗 好高级的样子 只能好奇追问 这个鬼很厉害吗 苏锦玉生前不是在化疗 就是在化疗的路上 生活没有什么乐趣 她所有的乐趣 都来源于小说 她看的小说 没有七百本 也得有五百本 男评女评都看 所以对龙傲天 这个名字可熟悉了 龙傲天 早起男评小说里 最牛逼的草根男主角 做事毫无常理 不用头脑 却可以轻松 凭主角光环干掉敌人 总而言之 可以认为是男版的玛丽苏 她认真想了想 说道 龙傲天很厉害 她还能日 能上天 素宝 那这么厉害 怎么还死了 苏锦玉 呃 龙傲天高大上的主角光环 瞬间灭了 素宝继续发问 还要讨好妈妈 那妈妈不是更厉害吗 苏锦玉 咦 素宝又问 她是恶鬼吗 是什么鬼 季长道 一个都回答不上来 具体是什么鬼 是恶鬼还是厉鬼 得等见到了才知道 素宝小脸上 浮现出一丝失望 你们大人 怎么老是不回答 小孩几个问题啊 季长站起来往外走 我这就去看看 苏锦玉飘着往外 我去看看 你外婆今天做什么好吃的 苏一辰将素宝抱起 走吧 大舅舅再陪你去一趟监狱 小素宝表示 要说靠谱 还是大舅舅靠谱啊 苏锦玉立刻跟上 算了 你外婆做什么都好吃 我们先去看看龙傲天 素宝 妈妈怎么变脸 变得那么快呢 监狱里 素宝再次见到维婉的时候 只见她双目呆滞 感觉失了魂似的 见到素宝 她却猛地扑过来 急切说道 素宝 素宝救命啊素宝 舅舅二舅妈 不等素宝说话 她又看向苏一辰 大哥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什么都是我的错 我也不求见寒寒了 只求大哥 你把我带出去 求你了 维婉一边说 一边惊恐地跪下来 之前那高贵高傲的样子 都不见了 素宝和苏锦玉 都看向维婉身后 苏锦玉伸脖子往里看 那个英雄好汉呢 他是鬼魂 直接飘进里面看了一圈 却不见鬼影 继长醋眉 看着面前光影化成的八卦罗盘 说道 他应该就在这里 他回首 八卦罗盘也消失不见 就在这时候 一个身穿黑色卯钉外套 搭配紧身黑色裤子 头发梳得像个扫把式的男鬼 不经意路过 他的头发黑的黄的红的绿的蓝的 染得那叫一个五彩斑斓的黑 眼眶画了一圈黑黑的眼线 嘴唇还是黑色的 两边耳朵上都是一拍耳钉 见到素宝他们 他还微微挑了眉 哼 同类 他嘴角一歪 邪魅狂眷 苏锦玉和继长 皆是嘴角一抽 素宝瞪大眼睛 哇 这就是龙傲天吗 果然好厉害的样子 却不想 苏锦玉一巴掌 拍在了龙傲天脑袋上 把他打得飞了出去 他的一只拖鞋 还跟着飞了起来 砸在了维婉头上 维婉只觉得头发一凉 龙傲天爬起来怒道 女人 没有人能拒绝得了 我龙傲天 你 苏锦玉没等他说完 就直接抓住他头发往下一扯 龙傲天 啊疼疼疼 苏锦玉 真是受够了 我还以为能见一见 传说中的男品主角了 没想见到的 却是一个藏爱家族里出来的冷少 素宝眨眨眼 什么叫藏爱家族 冷少又是谁 完了 妈妈说的话 他怎么都听不懂呀 难道这就是大人们 说的代沟吗 冷少 龙傲天捂着他的头发 一个劲地维持他的发型 善善说道 姐 能不能给点面子 一开口 更是人设崩得稀碎 记长皱眉 你就是龙傲天 男鬼点头 是 苏锦玉指着委婉 昨晚 是你把他吓成这样子的 龙傲天又开始了 他一挑眉 喝了一声 割下的不是人 是寂寞 这女人竟敢污了 本少爷的眼睛 疼疼疼 苏锦玉又揪他头发了 能不能好好说话 能不能 龙傲天老实了 能 素宝拢着小手手 悄悄问道 师傅傅 他是什么鬼啊 记长面无表情 终于知道 龙傲天为什么要赖上苏锦玉了 因为苏锦玉是人间欧皇 说是这世间最幸运的人 都不为过 但这个龙傲天 他是个倒霉鬼 小剧场 倒霉鬼 哈哈 没想到吧 也又出现了 这次我是龙 一塌一南低声速 傲天 二二高兴得太早 素宝恍悟 看着眼前的倒霉鬼 怪不得眼睛眼 嘴唇也黑 原来是倒霉催的呀 倒霉鬼辩解道 这是非主流 你懂什么 素宝 非主流 又是什么 老一辈的喜好 真是奇奇怪怪呢 记长问道 你故意 把围婉整治成这样 是想吸引我们过来 倒霉鬼 那倒也不是 我正好也讨厌围婉而已 记长冷笑 你被困在这座监狱 应该很久了 早不讨厌 晚不讨厌 偏偏在素宝昨天来看过委婉 之后讨厌 倒霉鬼见瞒不住了 只好坦白 原来 倒霉鬼被困在这里 已经将近二十年了 就算变成了恶鬼 居然也没能离开这个地方 监狱里进了那么多人 可就是没一个 跟他八字相贴合的 好不容易变成了恶鬼 那天他哈哈大笑 以为能离开了 却被围墙上的电网垫了回去 他又想从大门离开 结果被一只黑狗 追着绕监狱跑了五圈 每次离开 总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又把他逼了回去 就很倒霉 昨天我看到你们来 我狂喜 我悄悄跟着你们 以为终于能离开 谁知道还没出监狱门 有个乡下来探望 儿子的老婆子 带了一只大公鸡 大公鸡从麻袋里飞出来 把他给啄了回去 素宝茫然 你还怕鸡吗 倒霉鬼一脸晦气 公鸡洋气太盛 素宝怀疑 真的吗 倒霉鬼摸了摸他刘海 甩了甩 闪烁其词 所以可以带我离开吗 只要能离开这个鬼地方 让我做什么都行 素宝看了看季长 季长只是说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素宝点头 想要问问倒霉鬼是谁 怎么死的 可这里人太多了 他拉着苏一辰的手 大舅舅 快走快走 苏一辰不问缘由 直接牵起素宝的手就走 委婉 他在这里哭了半天 苏一辰里都没理他 素宝更是玩着手指 自言自语的嘀嘀咕咕 所以他们来是干什么的 不是因为听他在里面很惨了 才来看他的吗 委婉感到了被轻视和屈辱 他们怎么能这样 他不甘心 他不要再待在这里了 一刻也不想待了 哪怕让他换个监狱也行啊 素宝 委婉挣扎着要追上去 然而还没出门 就见门外陡然浮现一张脸 直接贴上来 苏锦玉双眼流下血泪 呜呜哭泣 二嫂 委婉直接吓得杀住脚步 摔了的大跟头 苏锦玉把身体扭了的角度 在地上爬着 二嫂 我好像断成两劫了 你还帮帮我啊 委婉连连尖叫着后退 就连玉瑾过来拉他 他也惊得挥拳无手 滚开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他尖叫破音 玉瑾直接给了他一垫棍 委婉翻了个白眼 倒在地上抽搐 晕过去之前他很绝望 为什么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 为什么他会这么惨 苏一辰带着素宝往外走 领他们出去的玉瑾说道 家属一个月就只能探视一到两次 委婉最近有点不老实 你们下个月隔久一点再来吧 苏一辰淡淡点头 嗯 速报 放心吧叔叔 我们不会再来了 预警 信号信号 车子缓缓朝外面驶离 监狱两道门 车子的前轮终于压过大门界线 探出了半个车身 倒霉鬼激动坏了 他终于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他哈哈一笑 我出来了 哈哈哈哈 我出来了 十七年 整整十七年 哈哈哈哈 我龙傲天 终于离开了这个鬼地方 我就问今天还有谁 还有谁能拦住我 倒霉鬼忽然浑身冒出煞气 冲出车窗 朝外面飞去 忌肠眯眼 使诈 想跑 速报 乃声乃气 大喝一声 呆 哪里跑 倒霉鬼画着浓厚眼线 邪魅狂军的眼里 闪过一丝轻面 哼 他要自由 傻子才跟他们走 就在这时候 天上突然劈下来一道闪电 哼 咔嚓 直接把倒霉鬼劈了回去 倒霉鬼被劈飞起来 狠狠地撞在围墙的电网上 滋得被电糊了 然后八机掉下来 正好掉在一只警犬脚下 正在撒尿的警犬惊呆了 怎么回事 刚刚他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呢 这气味 好像他上次追了五圈的黑影 警犬警惕地看了看四周 可什么都没看到 不管了 先尿吧 狗有三急 咕噜咕噜 倒霉鬼就刚要爬起来 就被警犬娇了一头 倒霉鬼 苏一辰的车子停在了大门外面 车门打开 速报走了下来 他蹲在大门外面 好奇地看着躺在里面的倒霉鬼 师傅傅 他真的出不来 这监狱也没画什么符 这大门甚至都还没关上 隔着一层空气 倒霉鬼竟然都出不来 纪长抬手拿出册子 说道 问问他八字 出生地 我看看 这是做了什么事情 居然被一座监狱主动困住了 此刻 倒霉鬼浑身冒着黑烟 泪流满面地看着头顶的天空 他还是得意得太早了 早知道应该在车子 完全离开这个铁门 他在逃跑啊 呜呜呜 倒霉鬼哭了 素宝本来想伸手戳戳他 不过看到狗狗尿了他一身 还是算了 龙傲天小哥哥 你生于哪里 生辰八字是什么 怎么死的 他问道 倒霉鬼这下 才算彻底没了傲气 奄奄地说道 我是横线人 生于19年1月 我死于2005年 被一只公鸡灼死的 素宝 苏锦玉也来了兴趣 飘在一边 然后呢 然后呢 倒霉鬼 看了这对无良吃瓜母女一眼 算了 他也打不过呀 那年我不好好读书 整天喜欢去网吧玩 放假了玩了好几天才 回了农村老家去 我妈让我去喂鸡 我困得很 拿着鸡饰随便撒了下去 就把盆子随手放在围墙上面 结果不小心踩了鸡饰 我就扶着墙 抬起脚往边上擦 围墙上那盆子 不知道怎么地掉了下来 砸在我头上 吓得我后退几步 一脚踩到了正在吃东西的母鸡 素宝眨眨眼 然后你就被公鸡啄死了吗 苏锦玉一脸吃瓜的分析 不应该啊 就这样能啄死 母女俩看向倒霉鬼 倒霉鬼 二去到哪里哪里倒闭 倒霉鬼继续说道 怎么可能 只不过是他踩到了母鸡 公鸡发飙了 冲上来给他一顿啄 他摔倒在地上 他还啄他眼睛 疼得他来了火气 抓起一边的棍子 当一声正巧打在公鸡头上 公鸡被打死了 鸡群咯咯咯叫个不停 他眼睛疼得看不起 脚下慌乱 才死了小鸡 母鸡一看又冲了上来 于是他又打死了母鸡 我妈回来的时候 就发现刚破壳的七只小鸡 被我猜死了三只 公鸡母鸡也被我打死了 气得把我揍了一顿 就因为这一顿揍 恼火的他直接离开了家里 拿着一点钱一直玩 开学了也没有去上学 我爸一生气就不让我上学了 我当时也应勤 不上就不上 不就是打工挣钱吗 我也可以 于是我去应聘了厨师 很顺利地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但是没干一个月 饭馆就倒闭了 我只好又去酒店当保安 当然也应聘成功了 但才干了半个月 酒店也倒闭了 没办法 我只好进场拧螺丝 谁知道这才七天 电子场也倒闭了 苏锦玉 素宝 然后呢 母女俩蹲在大门边 拖着塞 一口同声 倒霉鬼道 没办法 我只好进监狱做清洁工 监狱总不能倒闭了吧 谁知道 监狱真的倒闭了 素宝和苏锦玉 倒霉鬼 新城市规划 原来那监狱被规划走了 也不要我了 素宝我只觉得好神奇哀 问道 然后呢 倒霉鬼 我去哪家公司 哪家公司就倒闭 久而久之 老板们都知道了 都不收我了 我真的没钱 才知道 原来在社会生活这么难 我就回去求我爸 让我再回去读书 我爸同意了 但是我才回去上了几天课 学校就倒闭了 素宝&苏锦玉 小家伙惊呆了 学校都能倒闭 这个能力 韩寒姐姐一定很喜欢吧 倒霉鬼叹气 学校升级名校 老校区要被夷为平地 一些成绩差的 要被送到直高 我只好回家 结果回去才发现 我家也没了 苏锦玉 素宝 怎么又没了 这也太倒霉了 去到哪里哪里就没 家也没了 倒霉鬼 我爸我妈吵架 我妈一气之下 去外省打工不要家了 我爸气不过 也跑了 苏锦玉 倒霉鬼没办法 只好开始了自己艰难的生活 这个时候他才是个学生 哪里懂什么技能 浑浑噩噩一天混过一天 县城没办法呆了 就只能到市里 打了半年工 大小餐馆酒店企业什么的 倒闭了十一二个 他又出名了 又没人敢收他了 有一天他去面试 面试官一看到是他 立刻说道 我给你五千块 你去对面公司上班行不行 他去了对面公司 结果对面公司说给他六千 让他霍霍对手 最后两家公司打了起来 进了局子 越闹越大 结果两家都倒闭了 素宝苏锦玉母女俩 倒霉鬼 但我还是不服啊 我从这件事里看到了商机 从那天开始 我去找哥哥老板 不让我在你们这里 上班我就不走了 这一招还真走笑脸 老板怕他这个温神 都给他点钱 打发他走了 发现这个方法来钱快 也不辛苦 倒霉鬼高兴坏了 拿了钱就去吃喝玩乐 没钱了就去威胁 头发染了最时髦的造型 衣服也是当时最流行的 连扣扣都敢开会员了 炫武更是疯狂充值疯狂打扮 一下子之间 他就成了藏爱家族里的冷少 好几个臭丫头 对他爱而不得 钱越来越不惊花 没办法 只能威胁老板们 给我多一点 结果那些老板忍无可忍 联合起来 说我敲诈勒索 把我送进了这座监狱 进了这座监狱 才是他噩梦的开始 我不知道不能减肥皂啊 倒霉鬼哭 结果我减了 如遭晴天霹雳的他 浑浑噩噩地回到牢房大通铺 我不知道不能睡大通铺中间啊 倒霉鬼哭 结果我睡了 也被睡了 他完全没缓 一口气好吗 我去告状 结果回来更惨了 我缩到墙角 结果被漏电的开关垫了 熬一声扑倒了老大身上去 哟 我受不了了逃跑 结果被狗追了三十圈 电棍更是咔咔往身上招呼 我申请换监狱 好家伙 每次申请好了 又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走不了 第一次申请成功 我以为终于能脱离苦海 结果那天 有人越狱 把配电箱烧了 这件事耽误下来 后来上面领导被追责 换了领导 我得的申请也没了 第二次我又申请成功 结果牢里的饭菜出了问题 好多人上土下线 上面的被追责 换了领导 我又留了下来 第三次我再申请 这次是犯人们打架 闹得太大了 上面被追责 换了领导 我又 第四次是监狱的生产流水线着火 追责 换领导 我又没走成 第五次 第六次 反正次次申请 次次监狱出事 次次换领导 后来上面再也不给他申请了 实在太邪门 他们还能怎么办 只能假装工作太忙 把倒霉鬼的申请积压了 苏锦玉择了一声 领导真倒霉 倒霉鬼就这样 一直都离不开监狱 那你是怎么被鸡卓死的 监狱里有鸡吗 素宝好奇 倒霉鬼一脸的一言难尽 二根鸡打架输了 苏锦玉和素宝听得津津有味 素宝从来不知道 真的有人能这么倒霉啊 现在他好奇的是 倒霉鬼是怎么死的 他说 他是被鸡卓死的 并且死后还很害怕攻击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小家伙拖着腮 然后呢 然后呢 苏锦玉 监狱里不能养鸡的吧 你又是怎么被鸡卓死的 两人眼巴巴地看着倒霉鬼 倒霉鬼瞬间有种 自己再给幼儿园小朋友 讲睡前故事的感觉 一言难尽 他默默说道 监狱里是没有鸡 几次申请换监狱无果后 不甘心的倒霉鬼 只能继续想着逃离 其实我就判了三年 那申请 再不出去 他就真的沦为监狱老大的心肩宠了 于是某一个下着细雨的下午 他找到了机会逃走 正好那天有家属来探监 是一对中年夫妻 他们那天带了自家养的鸡 到市区来卖 还剩一只大公鸡没卖出去 探监的时候 他们的东西就放在检查室 大公鸡也不知道怎么的 就跑出来了 那天我很顺利 真的 倒霉了那么久 第一次那么顺利 顺利地溜出牢房 顺利地找到了出去的路线 几次显显地避开巡查人员 又正好发现 一扇没有锁上的门 我在监狱待了那么久 监狱的地形图大致有数 检查室和监控室之间有楼房缝隙 只要穿过那扇门 然后从缝隙里悄悄爬过去 就能直接到门外的停车场 然后跟电视里面那样 扒在车底跟车离开 谁知道才没过检查室的门 突然一只大公鸡从天而降 咯的一声 倒霉鬼吓得差点灵魂出鞘 一看又是公鸡 恼火得要死 他只想快点爬出去 但那大公鸡跟他有仇事的 逮着他一顿啄 那只大公鸡绝对养了有三五年 爪子十分锋利 会也很坚硬 对着我脑瓜子咚咚咚地啄 五毛都被他啄掉了一片 倒霉鬼发型一变 露出一个地中海中突发型 苏锦鱼谎悟 怪不得你搞这么个扫把头呢 原来是缺什么补什么 倒霉鬼 鬼是能够自己控制自己的外形的 可以是生前自己最喜欢的样子 也可以是入恋时候的装扮 展现出来 就看自己怎么想了 倒霉鬼又变回了一头 五彩斑蓝黑的扫把发型 说道 我就这样跟鸡打了起来 我逃跑的时候 设想过千千万万种后果 什么被预警抓住了 被监控发现了 被子弹射中了 被电网电了 甚至被雷劈 万万没想到 我会跟一只鸡 在两栋楼的狭缝中打架 这动静瞬间就引来了预警 当时我已经破罐子破摔了 肯定会被抓回去 但被抓回去之前 我龙奥天 非要把这鸡脖子拧断了不可 说到这里 倒霉鬼又停住 嘴唇哆嗦 一脸悲愤难平的样子 苏锦玉 然后你被鸡拧断脖子了 倒霉鬼 看他那一言难尽的表情 素宝睁大眼睛 不会拔 苏锦玉也惊掉下巴 他就随口说说 不会真的被他说中了 倒霉鬼咬牙切齿道 可不就是吗 两栋楼之间的狭缝 本来就窄 我是侧着身爬的 当时预警越来越近 我心急了 只想把那鸡弄死再说 霞凤里鸡飞狗跳 公鸡是那只鸡 而它是那个狗 大公鸡陡然跳起 它杀红了眼 也跟着跳起来 拧身去抓它 谁知道我的头 突然被缝隙里 凸起的一部分卡住 但我的身体没被卡住 你能想象那画面吗 只听咔嚓一声 我头没动 自己把自己拧了180度 但我感觉我 还能抢救一下 因为那时候它还有意识 谁知道这时候 预警赶到 准备逃出去的大公鸡 受惊 扑腾朝我飞来 一脚踩在我眼珠子上 咯吱一声 这回它脖子彻底断了 我就这样憋屈地死了 倒霉鬼欲哭无泪 我不甘心啊 我不服气啊 我怎么就这样死了 在最有希望逃出去的那一刻 被一只公鸡弄死 它在屈辱和不甘中 死后日日夜夜地重复 跟鸡打架 重复被公鸡踩断脖子 直到自己变成了恶鬼 倒霉鬼终于说完了 积攒多年的憋屈 一口气说完 心里都舒服了一点 我的倒霉从被攻击拙了开始 也是被攻击拙死结束 真正是倒霉死了 素宝一脸同情地纠正道 不 你的倒霉到死了都没结束呢 倒霉鬼 对 没结束 原以为变成恶鬼 就能离开死亡地点 可他就是那么倒霉地被困住 就是离不开这座监狱 素宝正想问 这是为什么 突然有个声音响起 你们干什么的 不要在监狱大门处逗留 监狱大门 苏一辰站在素宝身后 素宝蹲在大门前 现实监狱大门有人站岗 这里就不遵这个逻辑 轻喷 里面的人发现 苏一辰和素宝没走 素宝还蹲在门口 他又补了一句 想要尿尿里面有厕所 千万别随地大小便啊 素宝 他没有 他不是啊 快走快走 素宝牵起苏景玉的手 连忙要跑 倒霉鬼顿时激眼了 带我走 带我走啊 素宝顺势抓住他的手 走走走 但不知道怎么回事 倒霉鬼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素宝感觉到吃力 不由地放开苏景玉 双手拉着倒霉鬼 走你 突然素宝手腕上的红绳 发出一阵暗芒 不饿的一声 就好像一下子把一个塞子 从瓶子里拔出来了的那种感觉 素宝一个猎居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手里的倒霉鬼 搜一声飞了出去 啊 飞在半空的倒霉鬼 喜极而泣 我出来了 这回我真出来了 等等 他怎么停不下来了 倒霉鬼手脚乱舞 但他的速度太快 跟个炮弹似的 一下子没影了 二五老总你听我解释 素宝瞪大眼睛 快追 苏一辰把素宝抱抱起来 三两步就上了车 素宝趴在前排驾驶座前 小手手指着一个方向 那边那边 苏景玉不能直接在日头下走 计常先追了上去 信号信号 倒霉鬼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么轻盈 也不知道是不是素宝力气太大了 还是什么原因 他跟点了火的炮胀似的 直直朝一家酒店高楼撞去 穿过一家酒店的落地玻璃 东一声砸进了酒店某间房间的马桶里 马桶上正坐着一个男人 他拿着手机 突然感觉背脊一凉 拉肚子的他一泻千里 呼 爽了 倒霉鬼 骂了个鸡鸡 你爽了 老子可就倒霉了 虽然他是鬼 不至于真的被人的臭臭教导 但真的很晦气啊 倒霉鬼骂骂咧咧地爬起来想离开 这时候忽然发现 他莫名俯身在了蹲马桶的这个男人的身上 走不动了 嗯 倒霉鬼愣了片刻 跟我八字相契合 他差点想笑出声来 这是他17年来第一次那么幸运 果然想方设法接近苏锦玉 是有用的 苏锦玉果然是个幸运鬼 欧皇啊 倒霉鬼趴在男人头上 狠狠地吸了一口气 二 这就是宿主的胃 倒霉鬼突然闻到了一股屎气 蹲厕所的男人 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 按了冲水键 还在手机上飞快地发着信息 老总 我现在退房 等会两点的飞机 下午六点能到A市 那边回了信息 我晚上有应酬 你到了先去 Triple X酒店订房间 倒霉鬼看了一眼男人的手机 高远航 你叫高远航啊 嘿嘿 倒霉鬼摸了摸高远航的脑袋 高远航回了一句 好的 不知道怎么忽然脖子冷嗖嗖的 他看了看时间 匆忙起来 然后忙乱地收拾房间里的东西 赶着退房去了 倒霉鬼就这样 趴在高远航头上 终于离开了厕所 离开了那个房间 长舒了一口气 高远航拉着行李箱 走在酒店过道上 准备走到电梯口的时候 忽然被地毯绊倒 猛地扑在地上 他手机飞了出去 好巧不巧从紧急通道 步行踢入口飞了出去 噼里啪啦 手机一路滚落 刚买的圣衣就这样碎平了 高远航追上去捡起手机 差点没心疼死 靠 但他不知道 这才是他倒霉的开始 高远航自认倒霉地 拿着手机去退房 结果手机碎平太厉害 没办法打开支付APP 折腾了好一会才搞定 结果延误了飞机 不得已赶了下一趟 到达他要去出差的城市时 已经到了夜里十二点 打电话一问 上飞机前 嘱托别人帮订的酒店 居然没订好 他赶到老总指定的酒店 前台说 抱歉先生 只剩一间房了 高远航连忙说道 帮我订下来 前台饿了一声 先生 这间房可能不适合 高远航手机响起来 但他没办法接 只匆忙说道 没什么合适不合适 叫你订你就订 除了能订下这间房 他还能怎么样 老总指定的这家酒店 是顶奢酒店 就算是标间 也比附近酒店的豪华间好 晚点他再出去 找其他酒店好了 正这么想 一道闪电 突然批过夜空 轰隆隆声不绝于耳 狂风大作 瞬间就噼里啪啦地 下起了暴雨 高远航 他无语了 借前台电话 给老总回了电话 解释了原因 晚上 老总眯眼看着眼前的房间 以及他这个新招的助理 房间里只有一张床 还是水床 新型的 布置得非常巧妙 不仅有一层 若隐若现的漫长 床头上还挂着一副 手铐 灯是暧昧的桃红色灯光 地板上铺着浪漫的玫瑰花瓣 桌面位置摆着 显眼的杜某丝小盒子 硬什么什么油 润什么剂 高远航如遭雷劈 前台说的不适合 是这个不适合 他连忙摆手 老总 你听我解释 我也不知道 今天怎么那么倒霉 手机摔坏了 错过了航班 叫人订个酒店 对方搞错了 在机场找了几个人 借手机都没接到 想着上了出租车 借司机手机 万万没想到 司机手机没电了 刚刚前台说 只有一间房了 我想着赶紧定下 然后正巧电话响了 我真的准备 出去找别的酒店 但突然下暴雨 刚刚你也听到了 我打电话问了一圈 附近酒店都满人了 老总面无表情 行了 这天气 我也不能让你睡酒店大厅 老总本来想说 两人凑合睡一晚上 但看那张床 就一言难尽 高远航立刻说道 老总 我睡沙发 老总看了那个 单人沙发一眼 也没说什么了 高远航吓出了一身汗 看老总冷着脸 打开电脑 开始处理公务 而他在房间里 感觉就好像是多余的 简直是如坐针毡 他咳了一声 老总 还有什么是需要我做的吗 老总头也没抬 没有了 高远航 那我先去洗澡 老总动作顿了一下 高远航恨不得 给自己两个大嘴巴子 说什么洗澡 说什么洗澡 好在老总善解人意 面无表情地说道 高远航逃一般地逃进浴室 并且再也不想出去了 倒霉鬼趴在高远航头上 这么多年在监狱 枯燥无聊 这时候只觉得十分有意思 嘿嘿 老子倒霉了那么多年 这不能我一个人倒霉啊 倒霉鬼 看向了浴室的百叶窗帘 高远航刚拖了光光 打开花洒 浑身涂满泡泡 忽然脚下一滑 竟一头撞在浴室的玻璃墙上面 疼得他扶着墙吸气 结果手不小心按到了窗帘的开关 只听嘖嘖嘖嘖 窗帘十分浪漫地朝两边打开了 透明的玻璃墙 就这样将他显露无遗 老总下意识抬头 就看到高远航两手撑在玻璃墙上 头发正在滴答落下水珠 一双不安适适的眼眸 正朝他看来 两眼茫然 老总 高远航 看着老总脸都黑了 高远航差点跪下来 不是 老总 你替我解释 二六高远航的悲催 两天的出差生活 对高远航来说就像噩梦似的 好不容易终于躺下休息了 结果 他脚抵着沙发 准备翻个身 轰一声把沙发踹烂了 老总额头轻轻暴跳 说算了 知道你没别的意思 睡床上吧 他战战兢兢地躺到了床边缘 老总拿着两个枕头搁在中间 这些都是小case 他也识趣地 尽量往床沿那边躺 好家伙 不小心按到了某个开关 床瞬间被按摩床 动了起来 水晃了晃 老总脸都绿了 他立刻滚到地板上睡 一表自己真的没什么意思 二天退房的时候 由于沙发坏了 酒店前台皆是一脸姨妈笑地 看着他和老总 现在 高远航看着自己手里的辞职信 由于要不要辞职 不辞职 老总肯定误会他 辞职 这是他才刚应聘上的高薪工作啊 高远航烦躁地捋了一把头发 算了 保命要紧 辞职吧 他毅然决然地 拿着辞职信去总裁办 刚进去 视线就和老总的对上 高远航连忙举着辞职信 老总 我是来辞职的 对不起 前两天的确是我工作失职 老总一听他说起前两天 脸直接绿了 话都没说 只是点了点桌面 示意他把辞职信放在桌面 倒霉鬼一看 嘿嘿 机会这不来了吗 小高高 一是不会让你丢了工作的 高远航刚把辞职信放在桌面上 忽然不知道 哪里来了一阵妖风 把辞职信吹了起来 落在了地板上 高远航连忙去捡 风接着吹 高远航急着去抓辞职信 直接爬进了老总的桌子底下 一抬头 老总 高远航 这时候总裁办的门被推开 老总的未婚妻提着石河进来 亲爱的 你 高远航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 完了 BBQ了 这一天 某某公司因为老总未婚妻桌间的事情 爆红朋友圈 某某公司老总被扒出 和新来的助理有一腿 不仅出差住情侣酒店 还在办公室 做见不得人的事情 还不关门 还被未婚妻抓了个正着 最关键的是 新来的助理是男的 未婚妻当场气到婚厥 醒来后二话不说 解除了婚约 老总悲催地 追着未婚妻解释 焦头烂额 新来的助理悲惨地被辞退了 高远航端着一个纸箱子 茫然地站在公司大楼前 音音啊 不是 你们真的听我解释啊 呼一声一辆车飞驰而过 一张指啪一声打在高远航脸上 高远航终于哭了 太惨了 他为什么会这么倒霉 倒霉鬼趴在高远航头上 舒心地吸了一口高远航的煤气 这小日子 过得真舒服 原来有宿主跟没宿主 果然是不一样的 在监狱里17年 都没一个八字贴合的宿主 现在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了 感受着自己越来越强大 倒霉鬼 雄心勃勃 他原本只是想接近苏锦玉 借点欧气 让自己不那么倒霉 可现在附身在宿主身上 所有的倒霉都是宿主的 而他则能从宿主的倒霉上面 汲取养分 壮大自己 还找什么苏锦玉 倒霉鬼 我就不要再遇到好了 我的好日子终于来了 倒霉鬼高兴了 星号星号 素宝坐在房间的沙发上 小手手乱舞 嘿 嘿 他沮丧地说道 师父父 我怎么截不出发光的八卦罗盘呀 一直以来 他都看到师父 时不时凭空变出一本册子 师父父说 那本册子是判官手里的命册 别看薄薄的一本 翻开其中 却是记录了所有是人的一生 以及对他们一生所作之师的判定 然后前两天找倒霉鬼的时候 素宝又看到师父父 变出了一个八卦罗盘 这个罗盘 比小哥做的那个铁盘 高级太多太多了 会发光 圆圆地 环环转动着 好像月亮一样 师父父不仅一抬手 就能挥出一本册子 还能一挥手 就出现一个闪光的八卦罗盘 素宝眼巴巴 他也想学 可他试了两天了 都没能变出来 记长头也没抬 多练 我见过资质最好的天才 算了 这句话不能再说了 记长将手里的册子收起来 来到素宝身边 在他身边坐下 他伸出手 捏住素宝的小手手 小家伙在苏家吃得白白胖胖的 小手像藕结般肥诺诺 记长觉得有趣 捏着他的手晃了晃 素宝疑惑道 咦 需要这样晃一晃吗 记长咳了一声 嗯 对 需要晃一晃 他抓着素宝的手 划了一个半圈 紧接着 犹如在空中 画出繁复的符文 很快一个闪着亮光的八卦罗盘浮起 学会了吗 他问 素宝瞪大眼睛 只见眼前的罗盘 像银河一般 好漂亮 再来一次 他兴奋说道 记长宠溺地摸了摸他脑袋 捏着他手腕 又划了一遍 记住了 他问 顿了一下又道 记不住也没关系 符文的确很富 却见素宝飞快地画了个圈圈 这样晃一晃 嘿呀 霍霍霍 再这样 一顿乱画 师父父你看 一个打着蝴蝶结的漂亮八卦罗盘 出现在面前 记长嘴角一抽 小五站在桌面上 嘟嘟嘟地 啄着乌龟爷爷的壳 哈罗 Anybody ho 有人在家吗 乌龟爷爷都懒得理他 无聊的小五又把视线 转移到素宝身上 就见他双手一闪 便出了一个像星星一样 闪烁着银黄色亮芒的罗盘 他十分配合地嘎了一声 惊天伟地之才 气吞山河之志 超凡脱俗之人 素宝简直不是人 你简直就是 我的 神 记长嘴角又是一抽 二期撑开木龟反眼皮 记长看着素宝手里 酸酸教诲 素宝 这个蝴蝶结跟你身份不符合 阎王家蝴蝶结 怎么都不打 素宝眼睛不灵不灵地 看着自己变出来的八卦罗盘 开心说道 复合呀 师父复你看 他把八卦罗盘顶在了小脑袋上 小小的奶萌娃子 头发扎成两个小啾啾 中间顶着个巴掌大的柔光小罗盘 粉色的蝴蝶结微微歪了 更显得他可爱不已 苏锦玉挖了一声 好可爱 我的天啊 我真会生 计常 好像的确挺符合 小五扑隆扑隆飞到素宝肩膀上 用嘴啄了啄素宝头发 赞叹道 十分哇塞 素宝捧着八卦罗盘 飞快跑出去 妈妈快走 我们去找倒霉鬼 走呀 师父复 倒霉鬼被揪出来那天 素宝掐着手指跟了一天 结果很奇怪 他前一刻明明还算得出倒霉鬼在本事 下一刻 却算出倒霉鬼不在本事了 不知道是不是跑得太远 他后来甚至推算不出 他去了哪里 也找不到了 调查什么 不让他乱跑 这才拖了两天 苏锦玉第一个跟着素宝飘出去 计常想着监狱的事 也下意识跟了出去 师父父 罗盘怎么看 素宝双手捧着罗盘问 计常回神 抬手放出一道亮光 亮光注入了素宝的八卦罗盘里 我标记了倒霉鬼 跟着指针走 八卦罗盘包罗乾坤 你要是想找人或找鬼 得先得知他生辰八字 或者见过他的话 就对他进行标记 如果都没有 只能以卦象补算 素宝点头 我明白了师父 门外远远传来引擎声 几天不见的木龟凡才刚回来 就看到跑出来的素宝 爸爸 素宝惊喜地扑上去 不过捧着八卦罗盘的动作没变 木龟凡刚下车 就见素宝好像捧着什么东西 奶蒙奶蒙地扑了上来 他立刻伸手一提 将它抱了起来 木龟凡垂眸 看了一眼他捧东西的动作 双手弯成一个弧 看样子和大小 应该是个圆溜溜的东西 他问道 你捧了哪个鬼的脑袋 素宝将手里的八卦罗盘举起来 没有呀 使得罗盘哦 木龟凡 没看到 素宝伸出一只手 撑开木龟凡的一只眼皮 木龟凡 下画线 看到了吗 他问 木龟凡 看到了看到了 一个圆形的 跟月亮有点像的银灰罗盘 你准备去哪 木龟凡盯着那个比地还真实的罗盘 他还在缓缓转动着 充满了神秘色彩 素宝 爸爸 我们要出去啊 出去找倒霉鬼 要是有人被祸害到就倒霉了 苏锦玉沉吟 他那么倒霉 应该也找不到能祸害的人吧 刚回来的木龟凡 立即抱着素宝掉了的头 走 苏老夫人追了出来 急到 去哪去哪 还没吃东西呢 素宝盲说道 外婆 我们刚吃完午饭呀 苏老夫人 现在是下午点心时间 外婆做了银耳绿豆汤 冰镇西瓜汁 水煮小汤圆 还做了无糖小蛋糕 水果大拼盘 木龟凡 素宝同时低声道 快走快走 苏锦玉回头看了气急的苏老夫人一眼 不惊玩耳 妈 走了呀 晚点回来 他们不吃我吃 苏老夫人微微愣住 奇怪地看了旁边一眼 总觉得刚刚似乎听到了苏锦玉的声音 这种感觉说不清楚 并不是真的听到 而是好像心底有一种奇怪的共鸣 他看着木龟凡的越野车 嚣张跋扈驶离 无奈地嘀咕 大的小的都一个样 星号星号 苏氏集团 木龟凡带着素宝 在一路惊艳 和框框撞墙撞门的声音中 顺利地上了电梯 直打顶楼 苏宝 你确定倒霉鬼会在这里 苏锦玉问 苏宝捧着八卦罗盘 四处张望 是在这里啊 不过倒霉鬼 怎么会在大舅舅的公司啊 就在这时候 苏锦玉移了一声 看向一间会议室 会议室的一面墙是玻璃墙 可以看到里面的人影 看 那里 苏锦玉拉着素宝 躲在柱子后面悄悄张望 维婉一时没反应过来 说道 说了真的